哈哈哈 驼背老公公 胡子毛虎虹 热水锅里去洗澡 清袍换成大红袍 大家有没有同学想到是什么 虾 非常好是你们刚才玩的虾 那大家知道画虾最好的 人民艺术家画家是谁吗 齐牌十老爷爷 太棒了 现在呢跟我们一起走进齐牌十老爷爷 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绘画生涯 来我们在黑板上看到 齐牌十老爷爷出生在 湖南乡潭 如果我们刚才的学习 大家有没有对齐牌十老爷爷 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呀 有 齐牌十老爷爷出生贫寒 小时候砍柴放牛 后来还做过木匠 齐牌十老爷爷比赛的虾 生动活泼 简直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比比传神 白石老人潜心钻研画虾 几十年 他画的虾 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都是通过精心观察 提炼又勤加苦练 所以画的虾更具有艺术感 齐牌十老爷爷都能编写画画画 最终经过刻苦的学习 东城绘画 史上非常有影响的画家 一般石老先生 师叔画一无所不精 是全能型艺术大师 还被授予人民 艺术大师的称号 老师问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天让大家画虾吗 不知道 老师告诉大家 今是我们的白石老爷爷 诞辰160周年 所以我们画他的虾 能纪念他